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要面临到很多大家觉得说 是不是本来就比较容易 看是不是会碰到一些灵异现象的地方 譬如说他就是在医院工作的人 你不能告诉我 你不要去接触生老病死的这些事 好 社会记者 什么地方都要跑 在这个月份你不能说命案现场不要去 那他的新闻怎么来呢 好 有很多时候 你说包括在房仲在看房的时候 如果他的房仲业务里面就有一块 现在有人会买卖凶宅或什么 你要不要去看 所有这些 好 当这些行业在农历七月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特别容易碰到一些的状况呢 好 那如果是的话 又应该要怎么样去避免呢 今年又是大家讲的所谓的黑兔年 如果在这一年里头 是不是又要特别特别的注意这些呢 好 现在节目现场 为您邀请到一些特别来宾 这些来宾这几个行业都有 不知道这个月份他们是怎么过 那这个月份有没有碰到什么 待会听听看他们现身说法 好 来一开始为您介绍 桌上边邀请第一位民俗专家 谢远景老师 大家好 支撑媒体人林玉峰 大家好 护理长林玉峰 大家好 访众业者蕊琪 大家好 好 那几位都是我们刚才所介绍的行业 OK 那容易七月不能叫你们大家在家里面 不要出门 这是不可能的事 可是为什么会这样讲这些 因为七月本来就是大家觉得会比较敏感的月份 玉峰 是 敏感体质的女子 鬼月故住院母 遭闹睡不安稳 手还莫名其妙有抓痕 那这样的话 敏凤手上不全是抓痕 还护理长 护理长可能那个八字比较硬撑得住 那这个女孩子呢 她自己就有点敏感体质 所以她平常就不去医院 但是她妈妈跌倒 那跌倒之后呢 要开刀送进去之后呢 请医院那边赶快来安排 看到没有没有看护来 结果没有看护 所以她就必须要在鬼月去当妈妈的临时看护 她说她以前每次去看门诊的时候 她就知道医院有时候都会有一些 她可以感应得到 她说她进到这个病房的时候啊 他们是做单人房 她说里面超热闹的 是哦 对啊 她就说哇 早知道就住四人房 对早知道就不用特别了 好她说因为她会感应到 所以她觉得说在耳边 甚至眼睛闭起来还会有那种非纹症的感觉 然后就想说就忍耐 到了晚上她终于想说可以好好睡觉了 好妈妈就是吃完药之后 然后她就躺在那个地方 她就感觉到说有人来闹她 就是有人在拽拉她的手 然后呢她就不管她 她就想要继续继续睡 然后说最后一次 啪很大力 她是直接拉到 她看你从那个陪病床上面掉下来 她打开的时候她看到手 是有被抓的痕迹 然后她说她当天晚上根本睡不着 也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她就瞒着护理人员 偷偷的赶快去庙里面弄了一个符 然后趁那个他们投完药之后出去 赶快拿那个符水 撒那个单人房 但是有没有效 网友说有效 对那这个是在医院 那另外一个网友呢 他是房仲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一些客户 不怕鬼 因为穷比鬼更可怕 所以呢有一个客户 他就说他想要便宜一点的 他想要把这个房子稍微包装一下 可以拿出去出租 这个房仲想说 这个要指名这种凶宅 那这个他就上他的内部系统网站去找 特别找福人居 为什么要福人居 因为福人就可以住凶宅 就不用怕 然后去的时候啊 他有请另外一个同事 就那同事打开门之后呢 大家不是开了门 就要先进去嘛 然后再迎接客人进去嘛 那同事开了门之后 是往后退 你们请 他当下就觉得毛毛的 因为他知道说 他那个同事有点阴阳眼 但是他就想说 我请你来是来壮胆的 你怎么不一起进去 然后就带他的客户去看 他就跟他们讲说 这个应该这里面原始就有隔三间 所以如果你要当包主公很适合 哇讲得天花乱坠 那回到店头的时候 他那个同事就说 你们进去的时候 那个人一直在瞪你们 他说谁 他说客厅有个女孩子啊 一直在瞪你们 他说那你看到的也不提醒我们 他说反正客户没看到就好了 那这个原坡就很怕 就说那有跟着我们走来走去吗 他说没有 他就在客厅的正中央 然后就一直瞪着你们 一直瞪着你们 而且你不觉得当天冷气很凉吗 他就说对啊 他还以为是开发的同事 就是那个卖方的那个开发的同事 知道说有人要去看 先去开冷气 结果没有 没有人开冷气 没有人开冷气 后来他就问那个开发的说 你那个福人居 他是怎么离开的 他就说他被男朋友抛弃啊 然后就穿了红衣红裤 在客厅吊着 虽然他没有跟着他走来走去 因为他还悬在那 对他就悬在那盯着他 后来呢他也不敢 他也不敢 不敢再卖这个房子了 可是开发的那个同事啊 又把房子卖掉 而且是在鬼月卖掉了福人居 所以他们想说 仲介最怕的就是这种 鬼月卖凶宅 然后他这一笔成销之后啊 后面就陆陆续续 倒了没三年 卖掉的房子 最后无法交屋的 交了屋的 被人家拆掉天花板 说是海沙屋 然后呢又告他 所以呢他说 倒霉完三年之后呢 才慢慢恢复正常 Rich 你们这行真的有 那个鬼月卖凶宅 虽三年的说法吗 其实我是没有听过这个说法啦 对 那刚刚 刚刚一峰跟讲的这个事情啊 我觉得我蛮佩服这一个 这个人他可以在 鬼月的时候带看凶宅 真的吗 你不敢 我不敢 通常一般人在鬼月的时候 是比较少去看房 当然 但是以前是不会去看 现在慢慢有人路去看 因为刚刚一峰哥讲嘛 穷比鬼还可怕 对 所以议价的空间会比较大 大一些 那但是呢 我们鬼月去看房的话 更容易会遇到一些问题 你有碰过吗 我有碰过 就是有带一对夫妇 然后我们就去看房子 然后我们一进去的时候 然后那个老公一只很淡大眼睛 是看着老婆 那老婆就是好像 有话他不敢讲 他就是看着他老婆 然后我们就进去看看 然后我就开始跟他介绍说 这个房子怎么样 然后看完之后 那个老公和老婆 我们就出来这个房子之后 结果那老公脸色长白 长白完之后 双腿就软掉 然后就跪在地上 我们还要搀扶他 就说发生什么事情 我在想说 是不是他身体不舒服 还是怎么样 然后事后我们才知道说 他老公是有灵异体质的 然后他说他一进去 那个房子的时候 他在客厅有看到一个男生 然后在到厨房的时候 有看到一个女生 然后他头是低着看地上 然后到房间的时候 是看到一个男生 他的脸色是无血色的 看着他们这样子 然后后来他们就看完 这个房子之后 为什么他老公害怕 因为出来的时候 客厅的那一个男生 就是面目真理的跟他讲说 滚出我的家 你再不滚 我就让你死得难看 就这样 那一天也太凶了吧 走那么多个 然后我们都不晓得 听到之后 我真的就是被七八糧 然后那个房子到最后 我从来就没有去待看过了 当然 然后据我所知 据我所知 据我所知 那房子到现在还没有卖掉 还没有卖掉 可是很少会碰到 凶到就是直接说滚出我的房子 要不然我就让 因为很少 大不了就像前面那个 对 都不讲话 就不讲话 Dinson你看这个常听过 对 那种会已经凶到这样 这一定有什么悬海深仇的感觉 有时候滚越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一些禁忌 都有一些禁忌 譬如说 我们今天去看一个房子的时候 出来的时候 我都会跟客人讲说 你们先去庙里 先去大庙里 先不要直接回家 你们先去大庙里 先走一走 我们不是说这房子是凶宅 走完之后 然后也不要直接回家 先到附近晃一晃再回家 瑞奇 当你跟客户讲以后 他会不会觉得 这个房子 瑞奇 你跟我说实话 这房子到底有什么问题 你为什么会叫我先去庙里走一下 要不然一般不会有人要这样子 不是 因为通常在这个民俗乐的时候 我们都会先稍微跟客户 稍微讲一下 因为有些人怕说他会有这个禁忌的问题 至少不要说被跟或是什么样子 因为一般是 好啦 我们讲说有一些人 如果你有什么忌讳的话 是说如果 就算是一般时候 你可能去参加完告别式 可能你回去的时候 有人会说 那你就到庙 或有人说就到一些店里面去绕一下 最起码不要跟着你回家的那种感觉 但当瑞奇很好心的 只是觉得在民俗乐 但是我跟你讲 一定有人听完 子弟无银三百两 你看 连他都叫我们 老师 第一个 鬼越去看房 真的会比较容易碰到这些状况吗 其实应该是比较容易 如果像刚才讲的 可能他很凶 他为什么那么凶 之前是不是有屋主在这个房子 因为某些事情 然后想不开 所以他的执念非常的重 他觉得这个就是我的区域 我的地方 你不可以来占我的这个房子 就像曾经有一个房子 比如在中南部有个房子 那个房子这个无阻就是后来因为某些因素 后来房子被强制法拍 法拍之后他想不开 他不但把房子里头一些税管都堵住之后 他想不开在客厅的时候 他自己就想不开了 然后他还在门口贴的纸牌 意思是说谁就是谁如果要他那个的话 他一定要有点像对方全家都那个 那你想我如果看过纸牌我还会去买这个房子 当然不会有一些房子是房子一直没有人住 七月的时候一些好兄弟出来 如果没有地方 这个地方藏里面有地方没有人住 环境如果又还可以的话 搞不好他有可能会暂时 第二种是以前也许是以前曾经过的 住在这里的人的那些好兄弟 那我们知道有时候主人走掉之后 那房子一年内尽量不要去装潢 不要去动他 为什么 因为在前面的七七四九天的时候 那个头七那一段时间 那一段时间七七四九天 他是会不断的回来看 然后之后在一年内他也会陆续回来 所以他再回来的时候 发现房子里头第一个很动了以后 他会觉得 因为西郎底西郎底 他的脑海里头我的是原本怎么样子 他怎么变了 他会认不出来 所以他如果有印象的时候 通常你们有发现 他在办那个时候 头七的时候 通常商家会在附近的邻居家门口 或者是窗户边 贴上一张小小张的符 那个就是要让王真者回来的时候 稍微认一下 这个不是我家 这不是我家 看到那个没有贴的 那个就是他家 进去之后他里头看一下 比如他的房间 所以一年内不可以动 当然你说在鬼月的时候 你换一个角度 他是会跟你讲说 包括你的不管是行车安全 或是到很多地方去 可能更小心谨慎一些 好 你可以这样讲 可是刚才 孙小姐讲 确实你说在这个月份里面 也许他会比较容易出现 看到这些 你平常可能不会意会到的东西 一开始所讲的那个你在一月 你没有 你在一月 真的七月的鬼月的时候 跟平常的月份 真的不太一样吗 真的不太一样 因为现在鬼月 他有时候都会捉弄你 其实鬼月风暑习惯就是 不要住院 不要探病 所以我们 我们医院可是只要是去住院 大概都很忙 都是很严重的才会去住院 所以我们就会非常非常的忙 那在鬼月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也不希望 人家去拍我们的肩膀 因为他说我们人有火 你拍肩膀就 你会很衰 因为你的病人会常常出事 然后出事又处理不完 所以我们不希望 我们去拍我们的肩膀 再来因为夜班的时候 有时候大夜要回家 用凌晨十二点 然后鬼月的时候不要出门 我们一定要出门 所以护理人员就 好我唱个歌好了 吹个口哨好了 大家都说你们不要做这件事情 你们不要这样 我壮胆都不行 鬼月最特别的是说 其实在鬼月往生的人 我们就帮他 就处理往生 就让他回去 可是在那个月份的时候 我们不希望说 你叫我们的名字 说敏凤你帮他做什么 因为病人要往生 要带走的时候 我们不希望你直呼我们的名字 真的喔 因为那个鬼他傻傻的 他就会跟着你在你的旁边 可能就跟着你一辈子了 就很麻烦 那你要记得 那你就叫别人的名字 对 你最不喜欢谁就叫他的名字 我们会用绰号来讲 例如说我的绰号是谁 我的绰号是谁 就用带号 绰号带号都好 我们不希望你叫我们 直呼我的名字 那在鬼月的时候算往生者 其实基本上医院 其实一床难求 那如果说你病人出去的时候 要下一个病人进来 我们马上就要 就要翻床院 就住进来 那一天晚上就有一个护理人员 就一进去的时候就看到 那个床的角落 因为我们医院旁边是玻璃的 所以他是没有阳台 他就在那个角落那个地方 跟着玻璃连结在一起 而且他没有角 那就这样看着你在干嘛 也没有表情 然后就看着你到底在做什么事情 那我们护理人员就 他有看到 可是他不敢讲 因为他想说我要发挥我的专业 我不能在那边大横小叫的 所以他就说好做完事情我就出去了 结果那天刚好一个阿伯 他的老婆来住院 他是照顾他的 晚上的时候阿伯就在 那个病房里面这样走 一直讲话一直讲话 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讲话完了以后呢 他觉得好像没有用 他去找我们护理人员说 欸我想换床 我们护理人员说 阿伯你知道吗 现在快凌晨了呢 你要换床 通常都是白天在换床 你现在要给我换床 阿伯说没有办法 我就是要换床 多少钱我都没关系 我就是要换 我们护理人员因为有看到 那一个画面 他就说好吧 我看到那我也不敢讲 好吗 就帮阿伯换床 那换床完了以后 隔天早上 在morning meeting的时候 他那个病人就 阿长那个谁谁谁 已经转到哪一床 我想说奇怪 三星半夜在换床 是要换什么床 我就问他 开完会后我就问阿伯 阿伯阿伯 你为什么要换床 三星半夜你为什么要换床 他说 因为其实你们那边有一个 他不愿意走的那个往生者 他在那边走来走去 然后他跟我讲什么 他跟我讲说 那阿伯就跟他讲说 其实医生护理人员已经很尽力了 你不要再留在这里 那阿伯就跳出来说 他说那个床是我的 你不能睡在那床 那床是我的 所以阿伯没有办法就赶快换床 我就没有讲什么 因为我听到以后我就觉得 好 那一张床以后我就叫我的助理说 你把它清干净 那清干净以后呢 你早上给我翻一次 中午给我翻一次 你下班之前给我翻三次 那如果我赚床率不高的话 那一张床我今天就疯掉了 那翻床以后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用 把窗户拉开来 让阳光照进来 我还把我办公室里的 压轿巾把它贴满了 真的 把它贴满 贴满压轿巾 我今天如果去注意我看到这个 我再病就好了 没有 因为没有人在那边 没有在那边 我就先把它关起来 我不知道有没有用 但是我就是要这种方法 不然我下一个病人再进来 再给我这个问题 我会很难处理 老师 那个压轿巾 压轿巾 有没有用 有用 有用 真的 有用 所以米凤你不只贴一张 不只贴一张 你贴满压轿巾 我的办公室也贴了 电脑也贴了 清电图也贴了 你说不要乱跳 给我乖乖的在那边 OK 老师这个是有用的 有用 因为基本上 这个家里头 如果有一些 甚至一些状况都可以做处理 所以很多的人 大概在这个过程中 最希望能够得到 这个所谓的压轿巾 可是为什么 刚才米凤讲的那床 那个老太太 她为什么不愿意走呢 我常常讲说人有 每个人不同 有所谓的执念 这个执念其实跟 她的求生与有关 比如说有的人就是 有人就觉得 我反正我就快 我就很 就是很难 就觉得自己没有希望 但有的人会一直很希望 我能够那个 所以她会一直执着 她还觉得她还活着 对 她会觉得说 我还活着 我还有希望 所以她会一直执着在那个床 那其实一般 如果只是那个床翻来翻去 是比较没有 因为我一般都是让它拆组 就是把它跟别的床拆开 做组合 就等于把这张床变得 不是这张床了 对 要这么麻烦 这个跟我们以前 有些当兵的时候 有些枪 莫名其妙要急发 发生一些状况的话 她要把那个枪子拆开 就是重新 重新排列组合 或者是他们有一些执行 这个所谓死刑之后的枪子 她也不可以就是原装 不可以原装放在那边 一定要跟别的拆开 分开组合以后 才不会发生事故 因为我们曾经有遇过那种 就是你觉得都没有问题 你都觉得 而且都弄好了 谁知道在那个过程中 最后不是清完枪以后 她要按一下嘛 按一下居然 像什么 那刚才在清不是都没有 对啊 这个怎么来的 所以有时候变成说 她如果真的这个是处理过 她怕后续在发现状况的话 就必须要做一些处理 那老师请问一下 在医院不能叫名字 刚才讲那个是真的 就是说我们一般都会 尽量叫偏名 或者是一个戳号或什么 那尽量不叫全名 包括七月份一般来说 这七月的经济里头 也有你跟自己去的朋友 你也不要叫他全名 可是我觉得年轻人 一定都会犯这种事 一定会大拉的 可是如果夜游叫名字的话 一样她的后果是会跟着 会跟着 所以其实你如果有 观众朋友如果有 以前常常喜欢看那个 林依影片有没有 对 林依影片就有曾经有演过 就是她叫了她全名之后 结果她在晚上走的时候 就后面有女生就叫她的全名 她回头看什么都没有 但事实上 在后续她看不到的过程中 那个看不到那就已经跟着她走了 但你知道年轻人一定就是血气方刚 你说就大家都知道 刚才敏凤文也有讲 大家都说农历区也不探病嘛 就尽量不要去探病或什么 我在节目讲过 我到目前为止 我而碰过的 我觉得很怪的事情 其中一个就是发生在年少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年轻人就 我的朋友车祸住医院 我高中 我的朋友车祸住医院 然后我打工嘛 那个暑假 然后就是等到晚上回去以后 听说她车祸住医院 自己好兄弟好朋友 自己兄弟 对不对 赶快去医院看 家里面就说 医院就不要晚上去嘛 你白天再去 白天打工哪有时间 就一定要去看 就去看以后 在医院里面就碰到 真的稀奇古怪到了极点 我到现在没有办法理解 到底发生的那个整个状况 我经历过的东西 我到现在没有办法理解 好好的一个医院 怎么会变成断延残壁到了极点 一片断延残壁 我也不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等到后来再坐电梯 再坐一次就好了 就一切都好了 那我只能说 年轻人还是听老人家的话 好不好 叫你七月不要随便跑 你就不要随便跑 OK 可是像米凤 你不能叫他不要去医院嘛 那怎么样 你养我 我不要去医院 你不能叫瑞奇 真的每个房子都不去带吧 他还是要去啊 像玉凤 我刚刚一开始就讲 那你告诉他 他新闻怎么办 尤其社会线 会去的地方 一定就是有命案的啦 有什么很多都是这样 对 因为一峰你有碰过这个吗 我们那时候啊 其实你七月的时候啊 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说 你不要比警察先生 跟那个张一色先到 因为如果他们到了 他们就会改白布 然后平常我们是不会太在乎 我们就是怕说 七月的时候 因为很多同一夜 就有遇到这个状况 你无线电停到冲太快 结果呢有些人死掉的时候 眼睛还是张开的 然后看到的话 后面都会有一种 好像被跟的一个状况 然后还有就是 七月很多水流失 也要特别注意 但有一种就是那种水流失 又被分尸的那种是最惨的 对 那时候就是有鬼月 然后有一个人质 就是被切 然后呢 头也不在了 但是他的就是 他的上肢的躯体就卡住 卡住之后去了以后啊 我们就想说幸好头不在这里 至少你不会看到他嘛 然后呢 就有一个比较年轻的 一个摄影大哥 就在那边说 你看哦 他这个手脚都不在 是不是跑去玩水了 他就这样讲 然后我们大家就没有人敢搭话 然后他可能觉得说 怎么这样子不好笑吗 然后就讲说 不好笑 可是现在鬼月啊 可能他的party 就是很多人啊 哇 讲完之后还是没有人敢接话 然后到晚上的时候 就找到了那把胸刀 那把胸刀其实也没有飘远 他就是走走走走走走走 那就可能随便插在旁边 那个沙粥 乳尾那边 那送回来之后啊 然后要准备要送剑士嘛 就稍微把它 把它放在那个袋子里面 啊我们在那边 在那边吃便当 吃泡面 就听到那种 就在剑士小队的桌上 就听到那个声音 这种金属的声音 然后呢 大家 就你看我 我看你 然后同一时间就把 泡面放着就逃走了 然后就去跟那个警察先生 想说 你们去看一下你们的证物 赶快送刑事局 不要一直放在这里 那这个事情已经结束了嘛 对不对 然后下班 大夜来我们就下班 下班回去之后啊 后来这个男生啊 那个摄影大哥说 他回到家的时候啊 因为他们有个小琉璃台 他想要煮水来喝的时候 他们家的那个小水果刀也开始 后来呢他就请假了 他就说他不想再追这个案子 因为凶手没有抓到一天 他就每天就要去命案现场 或是那个办公室等他就请假 可是后来他请假回来之后啊 我们去打篮球 他穿吊嘎啊 嗯 他这里跟这里 就是跟那个人质一样 他有一个痕迹耶 嗯 然后我们就说你是被抓的吗 他就说不是 就是那个那天弄完之后 有没有 他晚上他就可以感觉到 有人在牵他的手脚 哇 他说那种感觉很像打了麻药 然后被人家切 然后他当下就知道说 他完蛋了 第二天再去找老师 还是去公庙就好了 可是第二天早上他就有看到 所以他就开始请假 但是从那一次之后 他虽然有去找老师这一概 可是他的运势也非常的糟糕 后来就离职了 没有去当记者 因为他不管报什么新闻 都会被告 真的耶 然后呢 告一定是连电视台一起告 对啊 然后电视台主管就讲说 你要不要干脆转行好了 对 后来就离开这个业界 一封你们在命案现场 或在这些 不管采访社会新闻这些 有说不能叫名字吗 是没有这样子讲 可是大家就是老经验的都知道 除非有些人就比较贼 像瑞奇 他就不讲本名 他的人生就一直叫瑞奇的 然后呢 然后我们最怕的是什么 最怕的就是 他是新来的SNG的大哥 他是新来的 嗯 然后呢 他只要听到连线就很紧张 然后 因为我们通常都会 都会 都会去讲说 欸 待会都会几点连线 你不会有人那个嘛 但新来都在 李宏 李宏 然后那一种 就会比较麻烦 那一种的话 就跟那个瑞奇大哥 刚才讲的 就是你那天下班之后 真的要去庙里走一下 会比较好 OK 好 那个一定是因为不进的结果 对对对 会变成这样 而且是 可是 警察局不是我们一般都讲 阳气很重 又有警规 又有什么 所以他在 刚才 玉峰他们第一次听到这个 是在警察局那里头 对 他为什么也会跟到那里面 然后那个摄影 就是那个年轻人的摄影 当然显然是被跟回去了 那个就一路 这一概也没有用 他就一路这样追到 各位 每个案子都被告真的很麻烦 你这样说 一个被告就很麻烦 他每个都被告真的很麻烦 但是因为那个凶刀 他本身有 就是有跟他有 跟那个 往生者的身体 事实上有接触过 一般来说的话 这个就比较会有影响 那至于刚刚讲说 后来到他自己家里那个的话 我觉得那个就是真的是跟过去 有时候 你讲的东西是会得罪到人家 没有他感觉到这个 比如说有这个痕迹 或者感觉到那个疼痛 那个往往有时候是老师们会 像我们有时候帮人家 除了案子的时候我们也会 比如说这个人 他当时是头部撞击 撞在哪个位置上 点上你都可以找得出来 感应得到 你会感应得到 所以他也就是说 表示他不但那个 他想要让他感应到 感觉到他是在哪里 所以他如果把他那些位置 都拼凑出来的话 即使他没有到过现场 他也没有看过那个 他是还是可以指得出来 画出来的就会跟 那个针灯尸体里面上面的 那个是一样的 OK 有时候他跟上他 有时候没有什么理由跟原因 比如说我最近处理一个案子 他就是也没有理由跟原因 因为最近有一个女 就是好这个妈妈呢 她是人很好 她专门帮人家处理很多东西 可是她女儿呢 她就是从国外工作回来之后 就开始不顺 有一天晚上她就 晚上的时候就突然间 常常就开始 最近就开始失神 失神到怎么样程度 就是有一天晚上 妈妈因为觉得她有点奇怪的时候 就睡在客厅的沙发上 怕她半夜如果怎么样的话 就在客厅上睡睡睡 就突然听到 有人在开窗户 她就醒过来 赶快看 坐起来 一坐起来看她女儿 无意识的开窗 她们是在十几楼 而且已经垫上去了 已经快要 脚要 头脚快要伸出去了 她刚才冲过去把她拉下来 可是她是无意识 她就完全没有那个 那后来她就觉得这样不对 因为最近她有很多奇怪的状态 除了这个以外 有时候跟你讲话 讲讲她突然惶神 比如说我们正常人 会用自己的角度 去讲一件事情 但她突然会把 就是人整个转换 好像第三人上到她身上 比如说 你知道我最喜欢这只狗 我们会这样讲 可是她突然会用第三人称 她突然间 你知不知道她最喜欢这只狗 然后你就觉得奇怪 她怎么会讲话 这个逻辑有点奇怪 所以后来她妈妈就带她 就是先去问了第一家公庙 第一家公庙告诉她说 你女儿最近 是不是去一片草原的地方 就是你想想一片草原 好 那你能够想像有什么地方 然后她说 她想想有耶 上礼拜几的时候 比如说礼拜三的时候 她去高尔夫球场 那这个公庙师傅她也不认识你 她怎么知道你最近是不是去呢 她说高尔夫球场那边 有一个小小的有个墓在那个地方 很多高尔夫球场真的里面有墓 因为那个整地的过程 各位你知道 那么大片 要全部变成 那有一些人不愿意 牵葬他们的先人 所以有很多高尔夫球场 在球道中间真的有墓 有 然后她就说 那里面有一个就是要抓她 硬要抓她做交替 后来她就想说那怎么办呢 但是那个人没有办法处理 然后没有办法处理 可是问题是她女儿这个情况太严重 那个窗户后来我说 那你不会把那个窗户晚上的时候 让她不要不能打开 她说 好吧 那就算这样做 她不知道她会做什么 结果后来她就说 那只好 只有她前几天 又带她到另外一家公庙去 另外一个公庙师傅就讲得比较 她说 你女儿是不是前几年出去印尼工作 还指名国家 她说 她五年前在印尼工作 而且做了好多年 她就说对 她是去那 后来她说 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有个跟着她 想要抓她做交替 可是你要想 那个时候跟这个有什么差别 原来第一个要抓她 找到做交替的那个 是比较温和的 她一直跟她 也看没有什么机会 她就没有印那个 后面这个很强势 硬要抓她做交替 另外一个看不对 这个要让她先抓走 我就没机会了 对 她排那么久了 对 有先来后到 两个就开始强起来了 所以她最近就状况非常多 所以没有办法 你就赶快要帮她处理 那一般民俗上面 像这种我们在处理的时候 第一个你要先帮她盖魂 明南也抗魂 你要把魂魄先收起来 像有的会收在小棺材头 有的会收在小的坛子里头 然后半夜找一个地方 固定的地方 然后让她记得这个地方 然后把它埋下去 然后先帮她处理 几个月后 这个都处理完了以后 你再把它拿出来 那一看那里面放的东西 有的时候它会有改变 像之前有人放蜈蚣 我们那个蜈蚣 干掉的蜈蚣 放进去之后 大概就是几个月后 半年后把它挖出来之后 里面出现一只白色褪皮的蜈蚣 然后就表示她这个运过了 没有问题了 OK 那老师 他不过去打个高尔夫 那请问一下 那有没有什么 那个押轿精 你要借我用一下 那一般像 有很多人也会到草原去 或者到高尔夫 我怎么知道我今天去 会不会碰到一个什么 有没有什么 什么方式可以化解这个 7月份的话 我们常常都介绍观众朋友 就第一个先准备个红包袋 里面放7片的榕树叶 或芙蓉或莫草 你可以找到哪一种 就用哪一种 然后里面放36粒的白米 跟一小撮的粗盐 那因为中国人以前是用7 为一个循环周天 一个周天 所以我们通常这个 为什么它一定要7片 那第二个呢 这三种植物呢 它有些都可以做驱逐的作用 那第三个呢 是36粒的白米 代表36天刚星 我们讲36天刚72滴 何为100%星数 所以大师傅和尚在念这个时候 他有100%的那个念书 所以他36是代表阳气最重 所以为什么要36100米 那你平常时候 如果真的比较容易 那个人 你就把它戴在身上 如果你真的像刚才讲说 不能去医院 或什么那样的人 我没办法 我一定要去的时候 你戴着 如果真的没有什么状况 那你就把它丢掉 如果有状况 让你回去之后 记得喔 家里的那个比如有澡盆 你就把它泡 一半热水一半冷水 你就稍微泡一下澡 记得头顶 身体要泡 头顶要擦 眼睛耳朵 这个都要稍微擦拭一下 让你的蹊跷跟 它这种灵界的朋友 能够完全隔绝开 那就没有问题 OK 你最后站会 记下来了吗 那帮我记一下 尤其这些 因为刚才讲说 那个草原 像高尔夫球场 因为我刚才就讲 因为国内真的有很多 高尔夫球场中间 会有 所以打球的人 经过人家那个时候 通常都会很有礼貌 我们通常如果经过 都会这样 不好意思 各位你知道吗 还有球打的 会掉在人家粉饮里面 那怎么办 那切干怎么切 你怎么敢在人家家里面去 对 这时候真的要先拜三拜 然后跟人家说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诸事莫怪 赶快进去把球捡出来 再说不好意思 赶快跑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你还到人家家切干 刚刚那个人家林玉峰 OK 像郝瑞姐讲你们会注意 每个人都注意一些礼节 或什么注意这些 但你待看屋 也不是你的客户都会注意这些事 你注意了他没注意 那不是一样 我有一个房子 我之前在还没有鬼月之前 然后这房子我待看了蛮多次 都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因为刚好鬼月有一家三口 他们就 房子刚卖掉急着看房子 然后他们就说 不行我们要去看一间房子 我就说好 我就带他们去 但是带他们去之前 就像我刚刚之前讲的 我会跟他讲说 因为我们是鬼月 所以我们去看房子的时候 就是进去 不要去评论这个房子 然后进去的时候 也不要 他有带小朋友去 就说也不要这样 乱跳乱跑乱干嘛 然后我们约在周母之前 然后我就带他进去看 然后进去看之后 他的小孩一进去 就直接讲说 爸爸 这房子怎么那么旧 讲完就算 我就心里一直默念说 童言无忌 童言无忌 然后接下来 他的小孩子就开始 就开始在这个里面 就开始奔跑这边玩 而且边跑边跳的时候 我们还跟他讲说 自己说你不要玩了 不要怎样怎样 然后爸爸妈妈对他 凶也都没有用 而且那小孩子就是 边跑边跳的时候 还边笑 我们小时候就好像 有人在跟他玩 好像有人在跟他玩 结果后来玩完完完 玩到最后的时候 然后小孩子跑到阳台 然后小孩子 讲了一句话之后 我们瞬间所有人 对看一下 马上就冲出那个房子 那个小孩讲了一句话 他说 哥哥姐姐 我躲在这里 看你找得到我吗 然后我跟他的爸妈 我们对演完之后 赶快把那个小孩 直接带出去 那个房子 可是我平常带 看到房子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而且那个小孩 大概四岁的小孩 因为那个妈妈 她也有怀孕了 我有听他们讲说就是 那个爸爸一直带着 妈妈一直肚子痛 然后还出血 然后大概就是半个月 一直持续的跑急诊 一直跑急诊 跑急诊 但是去检查都没有问题 就是安胎完之后一回去 然后回去完就急诊 然后就一直这样 一直往返 后来他觉得奇怪 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就去找师父 然后师父跟他讲说 你冲煞到了 你冲煞到了 所以我就觉得说 今天鬼别 我不管是白天看房子 晚上当然不可能看房子 就是不管是什么时候看房 我们都要进个远子 老师请问一下 第一个 好我们都说小朋友 是比较容易会看到 所以刚刚瑞琪讲的 那个小孩 他是真的看到了一些吗 孕妇 如果照刚刚瑞琪讲的 那个孕妇 第一个孕妇在鬼月 是不是不适合去看房 如果真的发生刚刚那个状况 他是 是讲是被冲煞到了吗 那该怎么这该 小朋友这话 三岁以前 因为最容易看得到 所以如果说 你真的 7月份要去做什么的话 包括一些可能普渡 什么 你能够尽量不带他去 你就尽量不要带他去 連普渡都尽量 小孩不要去 晚上就会不好睡 会有很多状况 那那个哥哥姐姐是 是原屋组的吗 应该是原本那房子里头的 所以 别人去没有看 是因为别人的 没有带小孩去 年龄层不同 那有时候 遇到年龄层相同 你会发现 国外有很多 那些所谓灵异的故事里头 还有包括一些影片里头 都有小孩 他在跟人家玩 我还遇过那个小孩 我还看过那个小孩 就是在空气这样玩 可是他爸爸拍的时候 他是 隐约有看到一个人影 小孩子 可是他过去看的时候 是没有 如果真的遇到这个的话 可能就是要 这个小朋友 你要帮他做一些处理 让他尽量 像如果孕妇的话 我们通常会建议他 是不是要不要说 一是不要去 那真的没办法的话 你可能要带一条 那个所谓的红线或红绳 绑在他的肚子上 那我们曾经就有过孕妇 因为他比如说 七月普渡的时候 正常拜拜的时候 一般我们会讲说 孕妇能不能尽量 不要去到现场 可是问题是 天生又要上班 那没办法 家里只有他一个人 所以只能他去 那他到现场去的时候 后来也是类似 类似那种情况 就是他开始不舒服 或什么 然后现场已经痛到那个 那遇到这种情况 只好赶快就是请 就是请我们看能不能帮忙 后来看发现 那原来现场有那个 就是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冲煞 他是不管 他是想把那个 肚子炎那个弄掉 把他弄掉 有一种是想要把他弄掉 像刚才那种情况 就是他就是要把他 肚子炎那个弄掉 第二种是 他想要借那个小孩的身体 投胎到他里面去 有点跟我们所谷色 抢人家的肉体一样 那我现场里头 我当然处理 是现场直接先跟他沟通 沟通不行 我就跟他直接跟他讲 我说 现在就先让他把 红线把 綁上去就不痛了 不痛了之后 后来就说跟他讲说 你这个如果你不走 我就要处理 那有的会皮 就是跟你讲说 不管你要怎样 那这个时候你就没办法 你就法器一定要拿出来 很多法师是 有时候会讲大话 你看不到 反正你就随便讲 但是我们看到 一定会看 我换个角度 今天如果有个人 个子很高大 这样子看着你 我这样仰头看着他 我还跟你讲说 你不走我就要打你 打你 那不是自己早打的吗 是是是 当然 所以我们通常在现场的时候 我们就会先看 这个如果可以处理 我就直接跟他讲 我说你不走 你就不要怪我 到时候打你 把你打到你走为止 那一讲完之后 对方看就好 信信然的就知道走了 所以基本上 那个就处理掉 所以一般有时候 我们在看的时候 一定会看现场 到底是属于哪一种状况 还有你本身 能不能处理 千万不要就是 不知道在那边装 不质量力 看到人家这么高大 还跟他讲 我告诉你我打到你 算了 OK 可是你说 在所有的行业里面 当然对大家来讲的话 一定会想到医院 医院一定是大家 想到过最多 像你说 不管是不是齐悦 连平常 有时候大家在聊到说 什么灵异事件 或什么都会想到医院这一块 所以米凤你自己在医院 然后看到护理厂了 所以你包括看到 所有的那些 你印象最深刻的 发生过什么事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有一次 有一个我们一个学妹 我之前是在加护病房 里面工作 那一天的傍晚的时候 就送了一个 19岁的弟弟 发生车祸都进来加护病房 那他四肢里面 他断了三肢 整个弹崩都崩起来 那因为 那个不是我的病人 那是我学妹的病人 他就去处理他 那处理他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都有个预感 因为那个弟弟 瞳孔放大 应该是脱不过今天晚上 结果我们学妹在处理他 还是要把他包扎完整 就整个全身都被他的血噴到了 全身噴完了以后 那弟弟当然最后就走了 走了以后 我们那个学妹自从发生这件事情以后 他每天晚上都一直在睡觉 我说我们今天去哪里 不行我想睡觉 我好累 我不行我想睡觉 十个小时 十二个小时 越睡越久 越睡越久 睡到整个黑眼圈都出来了 就有一天他姐姐就说 不行不行 你跟我去算命好了 我们学妹很TK的 他不相信这种东西 他说好我跟你去 他去的时候 他姐姐就进去那个老师的房间 里面进去算命 他不相信他就说 我坐在外面等你 我坐在外面等你就好了 结果一进去的时候 那个老师就 一直跟他姐姐说 怎样怎样 他就看到后面 那个门口的那一个人 算完以后 他就跟他说 后面那一个人是谁 坐在外面那一个人是谁 然后说 是我妹 然后那个老师就跟他讲说 他旁边跟着一个十九岁二十岁的年轻人 他很喜欢他 他要把他带走 我说 那学妹说 怎么会这样 那最后怎么办呢 那老师就也没有破解 他说你回去再注意他一下 晚上的时候 我们那学妹一边睡觉一边讲话 不知道在讲什么 没有人听得懂他在讲什么 她姐姐就一直晃他 欸 起来啊 起来 你到底在讲什么 结果我们那学妹 最后眼睛打开来 她眼睛是淡绿色的 没有表情的眼睛是淡绿色的 最后她姐姐说 这不行 不能处理啊 没有办法他再去找那个老师 那老师就跟他讲说 你要跟他谈条件 你要说服他放过你 我记得 我们那时候学妹是 买了很多的精子 不知道烧了多少的金钱给他 好像赎金一样 我要赎回来 你不要把我带走 所以这件事情才结束 不然的话他根本 那最后我们那学妹 也没有在护理了 因为他被吓到 他不要在医院工作 他说这遇到几次就完了 可是刚明鳳讲这个状况 老师他是要救他 是吗 你再怎么样 我救你你也不要 就算你再喜欢他 这人鬼殊途 你这样把他带走 不是反而结果后来他救你 然后结果他反而害了自己 一般民族上面来说 通常跟往生者之间 就要尽量 就是尽量避免建立连结 像比如说有些人说 往生者在要走的时候 家人在哭 你眼泪不要滴到他身上 你滴到他身上 有时候就会 后续就会有些后续 或者是说 有时候就举例来说 像有时候人家 明明路边就那个 你开过去 你一直看他 看他看 然后风一吹掀开来 刚好跟他就对上眼 回去就一定开始做梦 那有时候就会 你就连结就建立起来 所以刚才其中有一个 就是我刚才讲 眼泪滴到身上 那个就是怎样 你跟他有肌肤接触 或者是身体的体液接触的时候 就会产生所谓的连结性 所以那个雪喷上来就是这个道理 对 可是他们没有办法 你控制这些 那他们在抢救的过程 一定也是这样 那这怎么办 我们会建议他像这个 就要去庙里头走走 那有时候去给人家 就是帮忙处理一下 那有时候就是你要 尽量把这些东西 因为每个人体制不同 所以我常常讲说 某些行业 很多的人进去做 很多 你会发现大概很多行业 包括商商业 或者是类似这些行业 有时候有些人他进去 通常做 很多人大概在一年 一两年就不做了 因为他就常会遇到一些状况 那如果是这样的体质的人 我觉得你就尽量避免 要不然就身上要带东西 保护自己 如果真的没办法的话 那就只好尽量避免 就是跟他有比较实际的接触 然后第二个是 有时候你真的 我常在讲 怜悯之心可以有 有时候只是说 一看他这么年轻 这会不会那个 有时候说 这么年轻就走掉 很可惜 这有些这个可能 我们是心里是好心 但有些话是不能讲的 明宝你刚刚那个押轿金是 是你一直都准备在身上的吗 我们每一个护理人员 都有个押轿金跟福 平安福 那是自己去求来的 还是医院会发 没有 医院没发 其实医院发生一些灵异事件 真的还蛮频繁的 所以有一些 有一些很热心的家属 都会拿来这边发给我们 例如说像白沙屯 或者是大甲针 那都会发 币源性的关系 好 所以会有押轿金 玉峰你自己有什么 保平安福的 或是什么特别的 还是新台币就是 我 新台币就是 对啊 我好像真的没有特别 真的喔 对 所以你也不担心 我担心啊 所以我都叫别人去拍 我在外面 帮大家把 我真的 我真的有遇过一个同业 我们那时候有个命啊 一个酒店经纪 打死她的女朋友 在里面 然后呢一进去 那个女孩子跟我讲说 她人还在 她什么 她说那个人还在 所以我听到我马上说 来我保护你下去 我们去外面抽烟 叫摄影进去拍 然后呢 那时候我还 还没有那么相信她 后来等到监视小队来的时候 那个女生还跟监视小队 小队长讲说 后面还有个阿伯 因为她是阿伯 他们是一个中庭的 然后呢 她是那个小房间 这边忙完之后 过去 真的有一个阿伯 读居老人 死了两天 然后我就说 你怎么知道 她说我们出电梯的时候 还有在叫我们啊 所以 所以我都尽量不要进去 都给别人去就好了 这样子 OK 瑞琴那你呢 如果要去代看之前的话 我通常都一定会去 刚刚讲过就要去 庙里拜拜 然后拜完之后 看完之后 我一定回家的时候 一定是反方向回家 我如果今天去 要看这个方式 农历七月之后 是我接到的案子 我都会买一些东西 贡品到这个物件里面 去拜地祭祖 然后刚刚讲说 我知道这个月 你可能会有一些好朋友 会来家里 所以这些就留给你 让你们就可以招呼 来的一些好兄弟好姐妹 对 老师 我们最近 你说从今年的七月 大家知道说今年是黑兔年 所以好像六十年来 特别凶了或什么 那有没有给大家 什么样一些建议 可以平安 顺利的度过这个月 其实一般来说 通常鬼月有 所谓的十大禁忌 就是晚上的时候 比如说你晚上 尽量不要避免夜游 什么 我想大家应该都听过 那我一般说 通常第一个就是 就是有些东西 我还是觉得 你开玩笑可以 但不要过分 比如说有些人就故意 我们不能拍肩膀 所以我就故意拍他 有人是真的这样 然后后来发现 就是真的对方 后来就有点精神谎 那我通常就是 刚才讲的 我可以准备一个红包袋 里面放三十六页白米 七片榕树叶 或芙蓉或墨草 戴在身上 你如果发现我都带这个 如果是不是在 一般的人家家里 你刚才看到 我带这个的时候 表示我进去的时候 我知道那里头有 如果你看到 我没有带这个 其实我搜在里面的时候 就表示这个房子是干净 那蛮容易辨别的 对 所以如果真的都不知道的时候 你觉得不舒服 请你把你的舌头 顶在你门牙的后面 然后开始 你开始潜意识的深呼吸 让你 你会觉得有一股气流 从你的舌尖 一直到你的眉心 这个中间 这个位置 那我们这个呢 以前在 就是等于说我的精神里头 这个古代叫 尼丸弓 那我们现在科学角度 叫松果体 它可以让你的精神力量 发挥到最大 那好兄弟 那这个看不到的干扰 减到最少 甚至不会影响到你 所有的这些 都是要提醒您 在农历七月的时候 不管山边水边 或是刚讲到的一些的地方 真的要特别特别小心 当然 在平常来讲的话 当然呢 这很多事也是要特别的注意 不过 其实有很多人 在这个月 观念会有一点改变 因为如果每个人 都不去看房子 你叫瑞琪怎么活下去 OK 那当然就是做好一些 相关的一些 刚才讲到有符咒 或什么的防护 其实该过的生活 还是可以过 但是小心谨慎 回上就行了 OK 非常谢谢所有来宾 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 政治友词 我们下集节 拜拜